诶 怎么师父平常都讲经说法 苦口婆心的劝人 怎么最近呢 师父这一两个礼拜都不讲话 他一直在念观世音菩萨 他因为知道寺庙可能有灾难的 委托菩萨像在梦中都被烧掉了 这是不好的因缘 这时候呢 后来在青岛战山寺的时候 因为他有文武百官的护持 所以很多人捐钱 他的寺庙有一起一起在做 突然呢 他被一个坏的功德主 因为嫉妒心告他说 师父偷吃钱 可是他并没有 可是呢 这个信徒非常的恶心 因为他平常是假假的信徒 但是找了一些证据 还有呢 联合一些居士呢 签名说 以前我们兼的钱呢 师父做了其他的用途 我们也没有拿到收据 所以师父偷吃钱 哇 这对青岛战山寺的谈虚法师 是很大的打击跟侮辱的 为什么 他是一代高僧啊 他跟红衣大师 跟印光大师 在民国时代 都是很了不起 可是他知道这是自己的业 他就一直拜观世音菩萨 他每天烧香对观音菩萨说 观音菩萨 我真的没有吃过任何一毛钱 我一生出家 因果丝毫分明 假如这是我的恶业 我跟你忏悔 但是我真的没有吃钱 请你救救我 他就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竹竹念了一个两个星期以后呢 就开始打官司了 他也出庭了 然后呢 他说我绝对就没有 这个信啊 净证件啊 证据啊 信件是假的 是有些人起了嫉妒心 看我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来毁谤我的 但我真的没有做 当然 谭虚老法师 他的弟子也帮师父 可是呢 大家都在念观世音菩萨 一直撑了一个月以后啊 突然呢 有一个功德子呢 出来跟他说话说 那是误会 抓出了证据 是人家告谭虚老法师的 最后呢 就把劳和尚给释放了 钱归还给他 由政府押收归还给他 而且跟他道歉 还继续拨款 然后呢 继续见青岛战山士 那在判官的时候 他就问 师父这些 污奈你的学生怎么办呢 他说了一句话 原谅他了吧 放他走 永远不要回来这个寺庙 你看 这就是 讲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你 连一个出家人 也是会面临的 那何况我们在家人呢 我们在修行当中 不管有意跟无意 跟别人结了恶缘 让人家产生嫉妒 人家也是会毁谤我们 但只要你心里是真心的 没有中那个恶因 你不要怕 念观世音菩萨 拜地藏王菩萨 你超越了这些考验 你所修的功德 就会广大无边的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悟三 三十七页 悟三 善男子 悟三 祝安永 得无畏 这是重复的经文 善男子 我成就如是第七佛轮 由此轮故 以其无上片行的行制 受诸众生种种法样 以无上片行 行制 这个就是指佛成就一切种智的智慧 地藏菩萨也有这个功德 教一切众生不同的法药 然后呢 再看下面 令所有的众生 勤修学 除各种烦恼病 身心就得到安稳 没有恐怖不安 走到哪里都无所不畏 接下来 自称我处大仙尊位 转于佛轮 吹拂外道天魔 外道邪论 在大东中 做诗之吼 讲经说法 所以叫正诗之吼 好 经文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请看 丙八 第八佛轮 分二 丁一 横溢种性 成就亡轮 分三 悟一 意念 自他种性 悟二 互自国 不侵犯其他的国家 悟三 国土 横征安乐 好 经文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了 第八佛轮 第八佛轮 有一个功德 就是横溢种性 种性就是 不同的制度 或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族群 请看经文 悟一 横溢自他 总性 善男子 如 差地利 灌顶大王 意念呢 自己跟别人 本习 总性 然后在出生的时候 比如说 他是 差地利 他就有很多 差地利人 照顾他 他虽然是孩子 但是啊 从小的呢 他有很多人 照顾他 教育他 陪他 所以他有很多 快乐的事情 请看经文 未溢自他 鱼如是处 他想他 从出生的时候 保姆帮他洗澡 奶妈抱着他 而且给他哺乳 有时候呢 他累的时候呢 仆人帮他按摩身体 乃至跟他说笑话 陪他在玩 或呢 在外面玩 或者呢 在玩泥土 或者侍从 陪他玩各种游戏 或骑着马车 出去玩各种的 打猎跟技艺 或修种种的事业 种种的事业 或在自己的国家玩 或在其他的国家玩 或是在 树叶洒搏 对不对 树叶洗搏 就是呢 住在其他的国家 就像我们现在呢 到民宿一样 不同的国家去旅游 讲了这么多是什么 因为差地利啊 常常意念啊 我虽然是一个太子啊 可是我从小出生的时候 也是很多的家人 朋友 用人 以爱心来照顾我 所以我要感恩 自己跟所有的人 所以在这里 请看幻灯片 我补充的 在新加坡 我想这个地方 各位没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新加坡的政府 就提倡 Multi religion Multi people and multi culture 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跟多元宗教 这是很好的 而且这个国家 定强制的法律 宗教跟宗教之间 不可以毁谤 所以各位因为 在好的国家 好的法律里面呢 保护着 所以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啊 人类 如果你去读人类的历史 种族歧视 一直是人类不幸 跟灾难的根源之一 举个例子 待会我会讲 琉璃王攻占 世家族的故事 先看幻灯片 在金明佛学书 我讲过 印度本身就有四种性 第一个 婆罗门 是可以做僧侣跟贵族的 第二个叫 差地利 是做军人 或行政首长 第三个 废舍 各种商人 所以印度人 其实是很聪明的 他很会做生意 比方说在新加坡 Mustafa 你就知道啊 其实印度人 是很聪明的 有些印度人心很好 有些印度人 是很狡猾的 因为他的心 是非常狡猾 他们呢 就是Munning Munning Munning 其实印度人 比中国人 更会做生意 所以 废舍 这是各种商人 但是很不幸的 在印度 古代 也有守陀罗制度 就是奴隶 永远是为奴隶 释迦摩尼佛 在印度文化里面 你想想看 以前都是印度教 席克教 民间宗教 突然佛陀出世了 佛陀有很多地方 是感动印度文化 但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震撼印度的四种性制度 是平等的 在印度 婆罗门跟婆罗门吃饭 擦地利是擦地利 你的手也不可以随便去摸奴隶的头 奴隶也觉得不敢靠近你 所以他的社会阶级是分得很清楚 佛陀跟他说 这四种人是因为过去的善根福德英文 因缘不同 所以夜报不一样 可是佛陀这样说 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头衔 为什么 因为他的利益得到了冲突 再回来看 好 我讲世家族被琉璃王攻占的故事 很不幸 琉璃王从小的时候 因为特殊的姻缘 宫廷里民争暗斗 他曾经私底下被人家保护 而住在世家族的村庄 可是当时人家并不知道他是太子 所以很多人 因为琉璃王人各自长得很小 他不像世家族都很高大 他因为很小 所以小朋友跟小朋友玩之前常常会骂他 说他你很像娘们这样子的 你是没有种的 还有你不像男人这样做很多的事 所以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 玩的时候就会讲一些侮辱他的话 这时候琉璃王从小被人家侮辱 他非常的恨 你不要小看我 假如有一天我当国王的话 一定把你们全部都杀了 他就起了这个恶念 后来没想到长大 他后来因为家族的历史的关系 因为历史都是明争暗斗的 很复杂 后来他的确被找回来了 找回来原来他是琉璃王的国家的太子 这时候他就长大 可是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恨 就是什么 小时候被人家侮辱跟欺负 被谁呢 被世家族 所以当他身作的当国王的第一天 你知道吗 他要出兵攻打世家族 他发愿要把世家族的人民全部杀光 这时候他起了这个恶念 他就出兵了 出兵的那一天 世家摩尼佛知道 他就在他要出兵大军的这个中间 马路上坐着 佛陀的身重就排着一排 很多排很多排就这边打坐 这时候 当然琉璃王本身也是佛教徒 他也很礼敬世家摩尼佛 佛陀就跟他想 琉璃王啊 这是你过去的恶业 你过为一个国王 你应该放下你的称心啊 称心会毁坏自己 也会毁坏你的寿命 也会毁坏你的国土 放下吧 冤冤相报 何时了呢 你看 世家摩尼佑亲自为他说法 可是他还是很恨 他说佛陀我很恭敬你 今天我要出兵 对啊 结果你出现了 遇到了圣者 是不适合打仗的 好 我就回去吧 他就讲 回呀 回头 全部的军队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他就想 今天走着第二条路 明天三天以后 向右另外一条路 当然佛有神通啊 佛也知道 三天以后呢 世家摩尼佛跟圣地子又托波 托完波就在右边道路上 又坐着他 等着他 这时候琉璃王就看到说 世家如来啊 你怎么这么麻烦 我怎么又看到你了呢 你明明知道我要做什么 你不要来挡我 你不要劝我 他说琉璃王 放下你的称心吧 你想想看 你杀他 他杀你 冤冤相报 何时了呢 而且你杀的时候 不但你很痛苦 你所有的人民 都有自己的家 对不对 打完战争以后 有多少的人呢 孩子 他的妈妈 或他的太太 是失去了儿子跟老公的呢 你为什么不想想看呢 为了你一个国王的愿望 你要伤害多少的人呢 所以佛还是苦口婆心 为他说法 最后呢 琉璃王跟他讲 佛陀请你闭嘴 我不想再听了 那我就走吧 第二次了 佛陀希望你不要再出现 他就回到全部军队 就撤回了 撤回了以后 到了七天以后 刚才是向右边嘛 对不对 琉璃王向左边 这样子 七天以后 佛陀跟圣弟子 托安波又坐在这里 他就说 你这个老顽固 怎么到处要跟我坐队呢 你怎么又坐在这里呢 他说请你走吧 佛陀 我对你很恭敬 但是你再不走 我就叫我的军队啊 出发了 到时候踩到你 或圣弟子 你就不要说 我不客气了 结果佛陀还是苦口婆心 甚至佛陀放光 罩着他 可是还是没办法 降服他那个 从小被人家欺负 跟侮辱的心 最后他就说 咚啊 就这样子过去 所有的圣弟子都跑掉 只有佛陀呢 坐在那边 他腾到深空里面 他就流眼泪了 这时候呢 释迦族就被人家杀了 女的也被强暴 小孩的丢到河里 然后呢 所有人都被杀 这时候 神通第一的 大目尖连尊者 为了要救释迦族 就拿了一个波 用神通力 捡了五百的人 放在里面 然后一直往天上 放飞 结果呢 他想要救释迦族的人 佛陀跟他说 目尖连尊者 神通敌不过业力 你是没办法救他的 他说 佛陀我不相信 我要慈悲 我一定要去帮他 他说 不可能的 不相信 你到了天上 打开你的波吧 他一打开波呢 他想把五百人救出来 结果化为一场浓雪 所以 最后释迦族 几乎完全被消灭 在历史上写 留下的人很少 但很幸运的 我去过尼泊尔 我见过卖佛像的人 就是真正释迦摩尼佛的后裔 几百代的后裔 他还活着 他们的相貌非常庄严 他讲到琉璃王攻占释迦族的故事 在他们的历史上 家人都会口耳相传 他说那时候真的杀掉了 剩下没有几位 真的是逃出来的 最后回到金社以后 圣弟子就很悲伤 就站起来 安安尊者请问佛陀 尊贵的佛陀 你是万德庄严的佛陀 对不对 你是无所不能的佛陀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佛陀你告诉我们原因好吗 佛陀说 今天你看到的释迦族 被琉璃王攻占 当然琉璃王是放不下自己的称心 以及被人家侮辱 我报复的心很强 但事实上他有无量节的缘 为什么呢 因为无量节以前 释迦族的人全部都是海边打鱼的 他们很残忍 每一天大鱼小鱼通通捞 大的鱼吃小的鱼也烤也炸 而这些驴呢 鱼啊 就是琉璃王全部的人民 所以在过去世里面 释迦族曾经呢 生生世世都当渔夫 杀过很多众生 而且多生多节都是打鱼 琉璃王他们的人民 在多生多节投胎 也是做鱼 而被他捞起来 煎烤煮炸 所以释迦族的人 虽然是我的族人 我出于世家族 但是他们逃不过 他过去杀生的业力 所以从这里故事 你可以这样 再看回幻灯片 意念自他种族 对于小朋友 你也不要小看他 你今天鼓励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将来会做总理 或国会议员 你今天欺负一个人 那个人他恨你一生 他也会报复全世界的人 所以佛陀曾经说 修行的人不要轻视小朋友 也不要轻视刚刚出家的沙咪 为什么 出发心的心是非常强烈 而且心很勇猛的 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教训 鼓励 第二个就是呢 渊渊相报何时了 你看琉璃王要出战宫世家族 三次 释迦牟尼佛放光说法 你看佛力加持 他还是不能转化自己 嗔恨的心 跟报复的心 跟杀戮的心 可见你看杀业的杀心 是有多重 不是只有一身的 是多生多结的 所以称心可以毁掉你生命 所有的一切 第三个 在英国报应来讲 琉璃王跟释迦族 多生多结 互为渔夫跟被打鱼的人 所以从这里大乘佛法 才苦口婆心劝你 不要杀生 要放生 要护生 要救度众生 但是可是在新加坡的环境里 不太适合放生 我反而要鼓励各位 要有智慧的去 做医疗或教育 甚至 我刚从JB回来 JB马来西亚 环境比较适合放生 老师说 我甚至公开的鼓励说 现在的佛教徒很奇怪 人不渡 很喜欢渡动物 这是很奇怪的 听好 你一定读过十善夜道经 你也读过地藏经 若遇杀生者说 数秧短命报 没错 因为过去杀生 所以你得到短命 跟多病的果报 那你要改变呢 你要知道 不是要固执 一定要放生 这是我真诚公开讲 因为这个环境 并不适合你 很多的鸟 给你这样 一抓一放 你知道死了多少吗 甚至在马来西亚 因为佛教徒 初一十五要放生 早上放生 你放的时候 马来人已经在下面 杀生 这是我真神跟你讲 佛法要有智慧 我没有批评任何法师 师父在讲佛法 尊心听 也就是说 你很固执的 为了要做放生的动作 让你长寿 其实你让众生死掉更多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所以从现代智慧的角度讲 我觉得你应该捐医疗基金 给佛教跟非佛教 全世界的医院 有多少人要你去救啊 可是你不喜欢救人 却喜欢放动物 放鸟 放鱼 去救流浪狗 当然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假如人跟动物 两个都能救 那最好 可是人跟动物 两个不能救 只能救一个的话 先救人 因为人有善根 人可以学习佛法 对于动物 你可以念佛念咒 祝福他 他的业力也会尽的 来生他会投胎做人 我升到天上 继续学习佛法 你不一样 你一样 可以去关怀众生 第二个 除了人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 孤儿院 育幼院 养老院 家庭暴力的 性侵犯的这些 为什么你都不救呢 你却很固执的 师父 我要一百块新币 我们要去放生 我真的很想拿木头 敲你的头啊 你知道有天下 多少的苍生啊 都等着你救 可是你就是很固执 因为你不愿意做那些 表示你没有智慧 了解吗 台湾以前也很鼓励放生 可是现在台湾的环境 包含台湾宝岛本身海跟水 很多都不适合放生 甚至有些动物本来都养在笼子里 它根本没有在大自然生存的能力 给你一抓一放啊 提早往生啊 佛教徒师父想真话 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 所以你可以换一个方法 比如说放生 护生 救度众生 对不对 很多可以去做啊 新加坡有多少的养老院 孤儿院 还有除了新加坡华人之外 还有马来人 印度人 巴格拉德士 还有外国人 很多很多都值得你去关心 跟救度的 你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希望大家还要想一想 好 再看 刚才讲印度四种系 现在给各位看 这是印度的照片 其实佛陀长的相貌是很尊贵的 他在没有出生之前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一定是在兜率内院 一身补助的菩萨 而下降的 当他下降的时候 是投胎以白相 而进入摩耶夫人的子宫 然后而产生的 所以 在印度 佛陀是尊贵的婆罗门 所以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好 再来看 印度的婆罗门 他们的相貌都很好 其实他也是多生多节修来的 在新加坡你可以看到 莫斯达法 对不对 印度人最喜欢卖什么 卖项链 所有最精致的 项链 耳环 戒指 手环 通通都是用黄金打造的 为什么 因为呢 所谓印度人的婚礼 就是把所有的黄金 带在身上 这就是婚礼 我参加过我朋友 印度的婚礼 在尼泊尔 你看 这是他修来的 印度人的男生跟女生 相貌都非常的庄严 你看他们共西瓦神 也是点灯的 对不对 他有多生多节的功德 然后你看旁边 他有很多的眷属 接下来 印度人的富贵 婆罗门出门是抬轿子的 答案是什么 我们要随喜人家的因果 这是他多生多节修来的 因为你若没有证阿罗汉 你不是大菩萨 你不知道他多生多节 积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接下来 婆罗门里面呢 当然 今生是很尊贵 我前几天说 学佛不要学富贵的人 富贵学道难 为什么你看 尊贵的婆罗门 你到印度去呢 你会看到两个很大的极端 有钱的人非常有钱 可怜的人非常可怜 享受的人呢 种五欲六成吃喝玩乐呢 每天蹦恰恰恰恰恰的人 都每天很忙 可是呢 也有些呢 像苦行外道一样 对不对 虐待自己的身体 而修苦行的 所以印度这个文化很奇怪 它是两种极端 在印度德里 你可以看到古老的建筑 也可以看到 现代最modern的机场 所以 富贵的人 过去修福报 今生呢 就会享乐 当你想乐 的时候呢 你就会造 违反五戒十善的恶业 福报享尽 来生你就会堕落了 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 渡了很多婆罗门跟刹地利 用什么渡他呢 用神通 让他看到未来世 因为在印度人的想法里面 就婆罗门永远当婆罗门 奴隶永远当奴隶 佛陀说 No 不一定 奴隶修得好 也可以成为婆罗门 婆罗门 你的福报享尽了 你伤害众生 明争暗斗 勾心斗角 将来你也会变成奴隶的 再看物二经文 护自己的国家 不侵犯他的国家 在中国或印度 全世界的历史 只要当了国王 有权力跟欲望 第一个都是想什么 开疆过土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当了文武百官 或王公贵族就会很好 有时候权力跟欲望 会让你迷失 你看中国历代 包含中国的秦始皇 唐太宗 汉武帝 康熙 雍正 乾隆 任何一个皇帝都想什么 出兵打仗 征服国土 可是佛陀却欠 古印度的八个国王 要保护自己的国土 用慈悲心 智慧 教化你的人民 让他守五戒十善 学习佛法 修行 才是重点 而不是一味地去扩展国土 所以这里标题讲 互治国不侵犯其他的国家 请看经文 有些或奉事国王 有些或处理王务大臣 有些作为太子 或当你登了王位的时候 得到大自在 这时候要很小心 你受了各种 五欲的快乐 是你过去是修来的 你有广大的名称 所有的臣子都在鼎礼你 称你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不对 广大的名称 你的功德力片满的十方 这时候你应该想什么 想怎么样安利我们 先前主历代祖先或国王 所打下的江山 而我们要用佛法 道德跟法治 来遵守正法 好好的照顾你一切的人民 保护你的国土 而不是动不动就出兵打仗 而侵犯他人的国土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八个国王都很和和 因为八个国王 想进犯王 拼破梭罗王 像刚才的琉璃王 琉璃王是因为抱怨 这是晚年他才做 可是他很多的国王 对不对 都是佛的圣弟子 也在佛的座下 受过菩萨戒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这八个国王都非常的好 每一个国家都非常的繁荣 可是当佛入灭了以后 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的很多国家 很多就开始战争了 请看悟三 国土恒征安乐 善男子 岔地利种 冠顶大王 成就如是第八王轮 由此轮固 令自国土 征掌安乐 能服一切 怨敌恶友 善守护身 令征寿命 这个并不难懂 因为是重复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丁二 意念素士 成就佛轮 刚才讲第八轮 可以教化世间的话呢 要知道 种姓一切平等 不要动不动就侵犯 其他的国土 因为战争 是人类最残忍的 战争 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 最可怜的都是老百姓 所以佛教第一条的戒律 就是不可以杀身 也不会因为宗教的理由 而出动战争 接下来请看 三十七页第二十二行 丁二 意念素士 成就佛轮 请看科判 悟一 意念自他素士 悟二 受无量 见证法 悟三 祝安寅 得无畏 这个意思是说 若常常修地藏法门的人 你会看到自己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大家都知道 地藏菩萨 地藏经有一个很特 有很多无量的功德 其中有一个 就是你若往生了 你很思念你的家人 对不对 你念地藏经 求地藏菩萨 对不对 四十九天之内 地藏菩萨会在梦中 带到你他方世界 看到你的家人 在那里投胎 你的心就会 放下这个心结 请看经文 悟一 意念自他素士 善男子 如是如来 主大众慧 也就是说 地藏菩萨 可以加持 所有修持地藏法门的人 可以意念自己 跟别人 过去多生多劫 所经过无量无边 种种的事情 有时候你可以 意念到你的前身 有时候是二身三身 乃至无量百千身事 你都可以了解 有时候意念沉洁 有时候意念坏洁 或意念无量 沉洁坏洁 请翻过来 曾于过去住在什么地方 种种的名字 然后乃至于 种种的类别 种种的姓名 种种的类别 种种的饮食 乃至于你过去 种种曾经生命经历过的 所谓的 领纳苦受 地藏菩萨都会加持你 满你的愿望 而让你了解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你怎么判断 禅定中你看到的 我梦境中所看到的是真的 而不是虚幻的呢 请看幻灯片 我先讲例子跟故事 待会儿我再讲一个 地藏菩萨真正亲自托梦的故事 感应录给各位听 先看幻灯片 我们若真正修行 你好好修行 你的心越来越宁静的时候 其实过去跟现在未来 就像我常说的 像河流一般 上游游到中游 中游游到下游 我们一般的人都忘记了小时候的事 因为小时候太小了 可能记忆不清楚 前辈子的事我们也忘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佛经里面想 一生一死啊 我们为亲人所流的眼泪 像四大海水一般 因为太痛苦了 一个很大的震撼 就比喻说就好像你头啊 撞到墙壁一样 你过去的事情你忘记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梦的时候 会梦到我们一些经验 是不是在这一生的 而是过去式的 但是若你常常修地藏法门 你的禅定力也增加 慢慢慢慢慢慢修行 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告诉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就像河流一样 上游 游到中游 游到下游 你的的确确可以自己心里明了 这个你不用去炫耀 我没有要炫耀 不过可以师父在讲这个经文 我可以告诉你 很惭愧地说 过去生我不知道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会出家也是因为 地藏菩萨做梦 我梦见地藏菩萨让我看到过去无量解 所以我相信因果报应 而我出家的 不然我这个人也是很难度的 没有错 因为现在受高等知识分子 都喜欢跟人家辩 看不到你都不相信 所以我在part 1跟part 2 我都讲过我自己 我在梦中 梦到我过去是杀身的故事 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 过去式是什么 师父知道 过去前一式是什么 我也知道 这是我的秘密 不用告诉你 意思是告诉你 你真正修行你知道 那我这一生哪时候走 其实我也知道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我走的时候是什么病 我自己也知道 甚至我走的时候 我会去哪个世界 我也可以决定 我会去西方结乐世界 所以你必须认真地修行 佛法它有让你了悟 过去现在未来的能力 我甚至真的知道 我这辈子身体一直用用 用到我老的时候 我自己是什么病 而去离开这个世间的 我自己知道 这也是我的秘密 你会说师父你怎么这么多秘密 你不讲一点 有人跟我说师父讲一点秘密 讲一点就通通讲光了嘛 所以还是不要讲 但是假如你很认真地修观音法 或地藏法门 特别是地藏菩萨加持 科半讲 会意念让你过去 现在与未来 所以你宁愿拜佛菩萨 在禅定之中 梦中让你看到一切现象 那就是不会走错路 举一个例子 先看幻灯片 你怎么判断你自己 禅定中或梦中看到 是真的跟假的 这很重要 举一个例子 禅师在禅坐的时候 他看到非人来抬他的轿指 那个就是假的 举一个例子 看幻灯片 禅 禅是看自己的念头 禅的人呢 一切的像都是虚妄的 假如你打坐 你就是看自己的念头 你送金刚经 送大圈佛法 你就是修禅法 那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幻的 纵使你看到了莲花 莲花代表六度万恨的因果同时 可是假如你修禅的人 看到莲花 莲花也是假的 可是注意听 假如是你念佛 念阿弥陀佛 或念观世音菩萨 你念佛的时候看到莲花 莲花是真的 一望西方有莲花化身院 所以表示因果是不一样的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是真的 以前在城中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老人家 他每天就修禅作 他每天打坐都很久 早上坐三四个小时 傍晚他也坐三四个小时 他对寺庙也非常虔诚的护持 那他情长很慈悲 有时候左右灵舍呢 有居士来寺庙呢 他会为她说佛法 鼓励她要相信因果 要相信三宝 要好好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要休息 然后他教他们打坐 结果呢 他有一个信徒 是女居士 他家里呢 就喜欢养猪 他虽然学佛 但他的世俗习气 还是很重 他自己不吃肉 可是他觉得 我老了 家里没什么钱 还是要养几个猪吧 因为古代猪是属于财富 他养了猪 可以卖给别人 他就可以赚钱 结果呢 他的一个母猪呢 已经肚子大大了 快要生产了 那按照他的经验 可能这一次母猪 会生出五个小猪 可是这个母猪很奇怪 按照平常他的经验 一个月以后应该生产 但是呢 这个呢 母猪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他还是每天很细心照顾他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这个小孩 这个母猪啊 就是还没有出生 出生生产这些五个小猪 那他就一直在等 有一天 这个禅食就在打坐了 打坐的时候呢 一直到快要夕阳夕下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了 BB爸爸BB爸爸BB爸爸 BB爸爸 有四个人抬轿子来了 抬着 看换灯片 就抬着个莲花宝座 四个人来了 师父啊 你修得很好 赶快上轿子吧 这时候禅师觉得很奇怪 我是修禅的 我也平常没有念阿弥陀佛啊 我不去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为什么会有莲花呢 他就觉得很奇怪 這是很像幻境一樣 旁邊就跟他講 師父 快點啊 快點啊 時辰快到了 我們要來不及請你上教吧 結果這時候呢 有一個人就在催師父 他覺得很奇怪 他說師父 快點 快點嘛 你上教 你再不上教 我們就來不及了 這時候他被一催了以後 他有點不太高興 禪師出定了以後 幫我旁邊有個隱慶 他就拿著咚起來 就丟在那個蓮花裡 你走吧 就走了 走了以後呢 他就不管他 他就繼續自己的殘坐 他想凡所有的像都是虛妄的 剛才不用管他 結果呢 這麼打坐呢 到了天亮第二天 哦哦哦 攻擊出來了 隔壁的呢 他的信徒呢 老母豬就出生了 本來要出生五個小豬的 結果呢 就出生了 四個小豬是活的 一個小豬是死的 死的旁邊呢 就有一個隱慶啊 他就 欸 這個不是我師父的隱慶嗎 對不對 他就跑來了 拿來以後呢 就問 師父 請問這是你的隱慶嗎 他師父一看 哎呀 因果很可怕 這是禪宗的一個公案 這是真的 真的是什麼 注意聽 意思是說 這位師父修行雖然很好 可是他沒有求種蓮花的因 他是修禪宗 所以所有的蓮花出現 對他來講是幻境 有四個人來抬轎子 其實他是他的業力線前 他剛開始不知道 可是他只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並沒有要去西方淨土 怎麼會突然蓮花出現呢 然後呢 因為旁邊的飛人就催他嘛 趕快啊 趕快啊 師父你趕快上轎子 不然時間不夠 所以他一氣之下就順手的把這個引擎 丟進去了 結果呢 意思是說他如果坐轎子的話 就投胎就是什麼啊 就是豬啦 所以 修行的人最怕有隔音之謎 後來呢 他這件事情以後 讓他大徹大悟 他就終身閉關了 永遠不出來釋片要禮 最後他開悟了 大徹大悟 成為禪宗的一代高僧 那這位女居士呢 因為呢 本來要生五個小豬對不對 賣錢 就生出四個小豬 又生出一個死的 又是隱慶 從此他就把豬所有都賣掉 他終身就吃素啦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的意思是說 你修行 你必須學習佛法 你必須要有善知識教 否則你常常看到了幻境 你沒辦法判斷是真跟假 好 我簡單地教各位一個原則 假如你的心是很散亂的 莫名其妙地看到一些 那大部分都是幻境 假如你很虔誠地依戒定會去修 求地藏菩薩或觀音菩薩 在禪定我夢中所見到的話 清靜心見到的話 那就是真的 我待會會講另外一個故事 地藏菩薩託夢 那就是真的 可是也有些蓮友會跟我說 師父 我動不動就看到佛像琴 我動不動就看到 你在講鏡頭天上有天人在飛 我說你腦筋有問題 應該看神經蜜月 因為佛菩薩不會無緣無故常常出現 他很忙的 他沒事幹嘛一直給你出現 還有一些蓮友會跟我講 師父我今天很殊聖 我看到西方山聖來為我說法 明天文書跟普賢又來了 他們很忙的 這個是幻境 這個不是真的 你不要執著那些東西 你看我修得很好 師父講的我都有 別人都沒有 這樣你會發瘋的 你會著魔的 這時候你真的就走火入魔了 為什麼你無法判斷你的 煩惱魔 五陰魔 還有死魔 那你就真正走火入魔了 那至於說要感動天上的天魔來抓你 各位還沒那麼快 你不用放心 你不用操心 好 再講下一個 地藏菩薩托夢 好 這在地藏菩薩感應錄裡面 是真實的 好好看 所以你在清淨心當中 清淨心當中你見到佛 那就是真的 假如你的心是混亂的 譬如說你最近並沒有用功 心很散亂 突然看到這大部分是幻境 你是在精淨的閉關修持 或是很栽間沐浴 很精淨的勇猛精淨的時候 有時候你做夢 會夢到佛菩薩的形象 有時候你甚至打坐 對不對 你就覺得好像佛來了 那時候你可以專心 繼續持咒跟佛號 如果真的是佛的話 它會越來越清楚 而且你的心會是很寧靜 戒定會相應 有人跟我說 師父我看到佛 我心很興奮 答案不是 佛不會讓你興奮 佛會讓你身心很寧靜 知道嗎 也不是說我看到的佛 是光比較強或是比較弱 強跟弱 這也不是判斷的其中原因 所以你念佛當中 你以清淨心才可以見到佛 地藏菩薩跟觀音菩薩也是如此 好 現在講一個地藏菩薩的故事給各位聽 我喜歡這張 請各位看一下下 好 在地藏感應錄裡面呢 有寫到台灣有一個聯友 前年的夏天她陪媽媽到台灣中部 看多年不見的表姨媽 這個故事有點長 我講快一點 講重點 她一進到門口就看到 哇 供奉的兩張地藏菩薩的像 非常的莊嚴 然後姨媽家佛堂非常的莊嚴 很寧靜 還有供香花燈果竹 因為她一進去非常高興 然後她先合掌 然後將佛菩薩問訓 心中很高興地就問著 表姨媽 聽說你歸一三寶 她很開心地說 對呀 你知道嗎 感謝十方諸佛的保佑 若不是佛菩薩 特別是地藏菩薩護念我 我早就去地獄了 這時候她的侄子很疑惑地問說 表姨媽 你可不可以說 什麼姻緣讓你歸一三寶了呢 很多年兩三年都沒有看到你 沒想到你改變這麼大 而且看著你好像法喜充滿 這時候她的表姨媽就看著 這個佛堂上面的地藏王菩薩說 沒錯 那是兩三年前的事 有一次我到我朋友家去拜訪 結果家裡有供著一尊很莊嚴的 木雕地藏王菩薩 當時我只是剛剛學佛 我並不太清楚 可是我看到佛像 我就很莊嚴 我就跟她合掌頂禮了 燒香 然後我就忘了 後來呢 過了兩三年 因為表姨媽剛開始呢 都還是信民間宗教 你知道在台灣民間宗教鄉下 馬祖聖誕是很大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呢 馬祖聖誕的時候 很多人家家戶戶就開始殺生 為什麼 因為要拜馬祖 要拜聖操一點 就是要豐盛一點 所以左右臨舌都在殺生 然後呢 我們呢 表姨媽說 當時我們就是大戶人家 而且呢 我們又是呢 馬祖虔誠的信徒 當然我們殺的雞 都比其他家還來的多 而且一年一度的聖會 他們鄉下是輪流辦的 一年一個村莊 二十年才輪一次 剛好輪到這個村莊 所以啊 當然他就非常的高興 那天呢 大概八點多 他就呢 招待很多很多人 殺了很多的雞 鴨 魚肉 結果他很開心 就招待大家吃飯 吃飯呢 因為呢 大家客人忙忙忙忙 到晚上八九點 他真的有點累了 他就呢 去洗個熱水澡 洗完躺在床上 他就睡不著 他講 今天我是很開心啊 馬祖的聖誕啊 可是啊 他並不知道 他殺了很多生 所以 他就睡不著 就翻過來 翻過去 翻過來 翻過去 結果到了 一直到半夜十二點 他睡不著 突然下大雨打雷 一刹那之間 砰的一聲 他把他嚇醒 嚇醒了以後 他就覺得呢 停電了 結果呢 所有啊 他的房間裡面 他聞到了腥味 而且都是呢 那些雞 鴨 鵝的呢 聲音通通 呱呱呱呱呱呱 走到他房間 這時候他就呼吸很困難 而且整身呢 就像癱瘓一樣一樣 然後就昏睡過去了 結果呢 到了第二天呢 他就覺得四肢無力 完全沒有精神 開始兩眼就發黑 然後就生了一場大病 而且每天都奄奄一息 病呢 病入膏肓 看了很多醫生 都沒辦法 一天 兩天 三天 然後第七天的時候 他都覺得快要自殺了 這個時候啊 他突然呢 看到了 他在房間裡 躺著睡覺嘛 突然看到 眼前呢 有一個萬丈光芒 有人呢 有一個出家人 身披著袈裟 從光中裡下來 然後呢 放光夾子他 拉他一把 然後他就感覺呢 他好像到了一個 空曠的地方 那個出家人就對我說 我 就是你多年前 到你朋友家 合掌拜的 地藏王菩薩 你呀 心很善良 但你很愚痴 你今天 為了慶祝 馬祖啊 聖誕 你雖然很好 喜愛客人 可是你殺了 很多很多的眾生啊 這些眾生 是要找你償命的 其實你應該死了 現在就會斷氣 落到地獄裡 可是當時啊 因為你虔誠的在 你的朋友家看到我 你很合掌 很虔誠一合掌而已 而且你又上了一支香 因為你對我曾經有上香跟合掌的 一念恭敬心啊 所以我現在來救你啊 我就是地藏王菩薩 你這一生還會有壽命 但是你現在呢 得懺悔業障 從此開始 你不要再殺生了 而且你要發怨吃素 廣行不思 學習佛法 行六度萬赫 一刹那之天 地藏菩薩就不見了 結果他就醒來 醒來以後呢 他就把夢中 這個表姨媽 就把夢中的情況 告訴家人 其實家人聽了 是半信半疑的 可是因為呢 他殺生啊 完了以後啊 馬祖呢 聖誕結束以後 他就病了很久 大概一兩個星期 然後呢 臉筐發黑啊 整身都沒有經濟神 可是因為做了這個夢以後啊 哇 他開始慢慢病好了 回光返照了 而且呢 精神也越來越好 因此啊 他就開始到寺廟去 皈依三寶 請了一個 地藏菩薩的聖像回來供 每天早晚 念地藏菩薩的聖號 他開始到寺廟裡 學誦地藏經 發願每一天晚上 他都念一部地藏經 回向給他無量劫 乃至今生殺的冤精在主 所以他從此呢 就不再養動物了 也不殺生了 同時他也 皈依三寶 聽聞佛法 開始應佛教的法寶流通物 廣結善緣 諸二末做眾善奉行 慢慢慢慢啊 到到晚年啊 他們一家生活都非常的愉快 甚至在南部鄉下 還被稱為模範家庭 左靈右舍呢 都很讚嘆他們 好 表姨媽講到這裡啊 非常非常的開心 嘴巴都合不攏了 他說 我真實的經歷 就是因為地藏菩薩救了我 地藏菩薩夢中勸我 假如我不改的話 我生命會中斷 而且墮到地獄了 從此我就發起地藏菩薩的效法之心 勸一切的眾生啊 你不要殺生 尤其他就對他的職兒說 一般的家庭父母啊 做媳婦的常常是被婆婆 婆婆呢叫你要殺 你就沒有自由 你得殺 其實你可以換一個方式 假如你想想看 你所殺的生命 有一天也要跟你討債的話 那請問你怎麼辦呢 假如你今天又沒有拜地藏菩薩 又沒有學佛 請問你做到地獄的話 那誰會來救你呢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 像這樣的夢呢 就是真實的夢 為什麼 因為地藏菩薩 親自現身的時候 他的夢一定突破時間 空間的障礙 他跟你講的一定是清清楚楚 再回講師父醜陋的例子 我會接受寬氣念佛堂 第一次請我講地藏法門 這也是生平 我出家這麼多年 我第一次在這裡公開講地藏法門 以前我講過地藏經的相關開示 但是沒有正式講經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跟你講 我二十五年做的夢 還清清楚楚的 所以你可以寫下來 如果真的是佛菩薩 視線的夢的話 絕對是清清楚楚的 不會不清楚 就算佛菩薩跟你講什麼 你都會記得清清楚楚 有些人我跟我說 師父我夢到佛像 但醒來忘記了 其實那個不是佛菩薩來 是你腦筋裡你看過佛菩薩的記憶 道代 譬如說你今天在寬氣念佛堂 看到我講座前面這尊地藏菩薩 很高興 結果晚上睡覺的時候 又看到他 那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所以你會忘記很多 真正佛菩薩現身加成你的時候 過去現在未來的事情 你是清清楚楚的 你不會忘記的 一直到我現在 我的夢呢 二十五年以後 我現在跟你講經啊 還是清清楚楚的 這個夢才是真實的 好 那我再講一個故事 我們今天講經就告一個段落 好不好 在日本有一個叫義修和尚 大家都很清楚 義修和尚是禪中一代高僧 其實他善巧方便 廣度眾生 他在日本呢 也弘揚很多法門 弘揚觀音法門 阿彌陀法馬門 現在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他真正弘揚 地藏法門的一個例子 很久以前 在日本的義修和尚 他的道行 道德 戒行 學問呢 都是很難以琢磨的 在日本人呢 把義修和尚 批免為中國的寄功佛佛 就是他是佛菩薩再來的 然後呢 有一天 義修和尚 有一個徒弟 他是住在海邊 這個海邊呢 這個弟子雖然很善良 但是呢 他常常喜歡沙生 因為他們家就是做沙生的 結果沙生的時候呢 慢慢成為富有的人 因為沙生 賣魚 賺錢 然後日本人也很喜歡吃魚 大家知道 日本人呢 可以說沒有魚呢 他都沒辦法吃了 對不對 就像韓國人 沒有泡菜 一餐是無法下飯的 日本人吃魚吃得很習慣 所以日本人呢 在某方的角度來講 沙葉也很重 有一天他的徒弟 魚翁生了一個孩子 眉清目秀 長得很聰明 在學校唸書都是第一名 可是很不幸 在小學唸書第一年那一年呢 快要結束了 得了第一名獎 當天就死掉了 死掉以後 他非常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老魚蜂 老魚翁 這叫老磅生豬 他們兩個呢 是超過五十歲以後 才生下這唯一的獨子 結果呢 他呢 非常非常的難過 死了以後 他一直一直哭 一直哭 他突然想到師父 一休師父啊 一休師父 然後呢 就到寺廟裡面去 跪著求師父說 師父啊 我的孩子過世了 你可不可以救救他 你可不可以幫他超渡啊 最後呢 他師父看著他 人死不能附身啊 但我可以幫他超渡 他說師父 沒關係沒關係 你只要為我兒子能做事 其實我什麼都答應你 好嗎 他說可以喔 你要答應我一樁事喔 最一定喔 我待回去你家 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可以嗎 那你知道一休和尚 是非常有名的 他有智慧 所以呢 這位呢 他的徒弟啊 漁夫 一位漁夫的老夫婦呢 也很相信他 他說好 沒問題 師父 你答應我答應你 你待會兒到我家 只要你為我兒子超渡 做善事 我什麼都答應你 他說你說的喔 待會兒不可以反悔喔 這時候 一休和尚就請人 然後一起呢 坐船到他家 到了他家以後呢 安排了一艘小船 把他的小孩子的屍體 用了呢 稻草包起來 包起來以後 就從他家 開始航海 航海大概 做過一禮的時候呢 一休和尚就跟他講 來 把你孩子的屍體 丟下去 餵魚吧 他聽了 師父你瘋了 他說沒有啊 我沒瘋啊 你不是要我超渡他嗎 我叫你怎麼做 你不是做呢 你不可以反悔 他說師父 一般我們都要把孩子說火化啊 或土葬啊 我怎麼忍的心 已經死掉了 你還要我把他丟下去呢 他說我叫你丟就丟就丟嗎 你不丟的話 你可沒辦法超渡他 最後他就 心不甘情不願了啊 對不對 就把他孩子的屍體 真的丟下去了 丟下去了以後呢 就很多魚來養 那他畫面很殘忍 然後師父就幫他送送金 然後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後呢 其實他自己啊 心裡有疙瘩 到了寺廟裡面 他就會覺得奇怪 我兩個人老棒生豬 好不容易生了這個孩子 結果我希望師父啊 來超渡我的孩子 今天師父啊 怎麼瘋了 把我呢 孩子呢丟在海裡面呢 他就跪著請問說 師父我真的有疑惑 我對你這麼做不太高興啊 你可以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你這麼做嗎 他看著他說 沒錯 人之常情 我現在 把你愛兒的屍體 倒在 丟在海裡面 餵魚 你一定會起疑心 這難免 這是因為你不了解 因果報應的道理 請你坐在一邊 我講給你聽 這時候他就講 《地藏經》如來讚嘆品 第六說 若有人在往生以後 拿病人可愛之物 或衣服寶貝 或是花園社宅 對病人高聲唱說 我摩甲等未視病人 對經典佛像 捨不失各些所有的東西 我供養金像 我照佛像塔式 做種種的功德 要講三次 讓你的病人 產生歡喜心 假如這個病人斷氣的話 一日二日三日到七日以後呢 高聲讀地藏經 這個人因為臨終前 用他最心愛的東西去布施 所以他可以 懺處無量的重罪 而得到解脫 今天 我就是苦口婆心跟你約法三章 你要相信我 為什麼我把你的孩子 丟到屍體丟在海裡嗎 他說因為你殺生太多 我苦口婆心勸你 不要做這個行業 你覺得殺業最賺錢 賺了錢了以後 其實你賺了錢 你疼你的孩子 所以你孩子 從小到大 吃穿用住 都是用鯊魚 而換來的結果 現在他死了呢 把他丟回去給魚 就還了他們的債 他一聽完以後 他放聲大哭 他覺得說 對啊 師父講得很有道理 難免啊 對不對 難免啊 我真的捨不得 因為自己的孩子死了 大部分都是火化 對不對 現在假如要把你的家人 丟到聖逃殺 你會願意嗎 新加坡政府可能也不同意 好 所以他這樣講完以後 他心裡就很感動 他說你不用擔心 因為還他的債以後 你的兒子過一兩天 就求生淨土了 後來他聽了當然很感動 可回去還是半信半疑 因為他對佛法並不很了解 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是想兒子 翻來覆去 翻來覆去 結果在睡夢之間 聽到兒子叫他 爸爸 爸爸 謝謝你啊 今天啊 我沉蒙了 一修和尚的作為 又把我的屍體 丟回去養魚啊 餵魚啊 因為和尚的功德力 我告訴你 我現在已經拖離六道啊 我坐著蓮花 往生極樂世界啦 這時候他看到以後 他爸爸呢 因為聽到兒子親自跟他講話 他就放聲大哭 第二天天亮了以後 就趕快敲門 跑到一修和尚的廟裡說 師父對不起 我昨天誤會你了 昨天我對你很不恭敬 事實上我兒子 真正託夢跟我講 他往生極樂世界啦 這個故事很感人喔 第一次我聽到了 看到的時候也很感人 今天跟各位分享 所以有幾個重點跟各位分享 第一不要造惡業 所有的造惡業 將來來生來生 來來生 都一定會有果報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第二個盡量你要造善業 造了善業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有功德的 不要去懷疑 第三個 你看一修和尚 他非常有智慧 一般這樣做 是有點瘋狂的 對不對 怎麼可能叫你 把你的孩子 或爸爸媽媽媽 把實體丟到海裡呢 我們一般人都是為他做 骨灰 超渡 或是火化 還要做神祖牌位 那表示我們眾生 還是很執著 有形象的 第四 他說 你的孩子 就是因為你從小 是殺魚 傷害眾生 賺來的錢 給他做教育 其實你這些都是欠魚 的眾生的錢 所以現在把你丟回去呢 你就可以還他的因果報應 這是一修和尚 有智慧的地方 第五個 作為徒弟 剛開始對師父要很相信 這是很難的 對佛法要很相信 這個也不容易 可是最後呢 他竟然夢到呢 兒子跟他託夢說 他真正解脫了 所以他往生 極樂淨土的 而一修和尚 為他開師的就是什麼 地藏菩薩本願經 如來讚嘆品 第六 所以最後師父很希望各位 除了七月念一個月的地藏經 你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意思 了解你能念當然很好 你念地藏聖號一定也有功德 可是你過分只是念 而你不去改變自己的話 那成佛的功德呢 對你來講還是有一點遙遠的 好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那獎金到這裡 謝謝各位 明天見